我们在香港 早年听谈许老法师 常常讲啊 告诉大家了 第一行老活上有个徒弟 郭罗江 这个人 耕地先发思 是小时候的玩伴 年龄差不多 住在一个村庄 长大之后 没有家里贫穷 没有机会读书 学了一个补锅 补碗的这么一个手艺 用这个手艺来讨生活 非常之苦 郭罗江我小时候都看过 乡村里面 挑一个小担子了 不过不完 所以他说我懂得 做这个生意 感到人生太苦了 看到他这个同伴 出了家了 出家不错 那找到他了 找到他跟他讲 他也想出家 拜他做师傅 第一行老师说 不行啊 你还是去做你的生意去了 出家哪有那么容易 你出家 你那么笨 字也不认识 笨头笨脑的 估计他 学这个金灿佛寺 敲打唱令 他不会呀 他学不会呀 笨手笨修啊 学讲经又不认识字 就拒绝他 可是他一直赖住 不肯走 非找他出家不苦 在地牢 搞得没办法 跟他谈条件 他说你要真出家 这个这个 我有几个条件 你能做到 那就可以 他说行 我既然拜你做师傅 你说什么 我统统照做 那这地牢老花子不得已 给他提多了 这庙住不行啊 这庙住庙里有很多规矩 他也四十多岁了 毛病兮兮兮不好改 所以到乡下 给他找了个小庙 这小庙是没人住的 破庙 让他住在那边 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叫别的他什么也不会啊 就叫他念 你就念这一句 一天到晚就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切着念 这个倒挺轻松的 没有压力 不分昼夜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感觉接着念 在乡下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 附近的 每一天中午来给她烧个午饭 晚上 烧两顿饭 早晨早饭 她自己做自理 给她洗洗衣服 她就专心念佛 念了三年 这一天 给这个护士的老太太说 你明天呢 明天不要烧饭 我到城里去看个朋友 实际上是 她欲知识知 太往生了 回去 亲戚朋友 去赐个刑 去打个招呼 看看 过了一天回来了 回来到第二天的时候 跟老太太说 她明天不要给我烧饭了 老太太又以为 她就看了朋友 不知道哪个朋友 请来吃饭了 所以到第二天呢 她就到庙里来看看 看看师父 怎么在 结果看到师父 在佛堂 佛像前面站住 喊她又不愿 从她面前 仔细一看 死了 站住 死的 这回去就赶紧去报信 还有地牢的几个 皈依土地 在附近 通通通通知他们 叫他们来看 从来没有看到 人是站住 死的 这挺稀奇的 这些人找了之后 赶紧到关中寺去报告 从乡下到城里 没有交通工具 要走路啊 走一天才走到 告诉地牢和尚 地牢和尚准备准备 第二天才过来 来往三天 他就站到三天 等地牢法师来 给他办厚事 地牢看这个样子 很赞叹了 你了不起啊 你真有拯救啊 这个寺庙 什么明山宝叉的方丈 住持不如你啊 通宗通教 讲经这些法师 也比不上你啊 一句阿弥陀佛了 这个人一听 尽没听过 就听话 就真的是老实 真干 这一句阿弥陀佛 除了这个之外 他谁也不懂 欲知识知 自在往生 还站了三天 所以 谈虚老法师 跟郭罗匠算是同学 都是地牢老法师的学生 常常讲这个故事 勉励念佛人 你看时间不长 三年就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有这样的功夫 不简单 地牢讲的话 是真的不是假的